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執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二德台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執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部和三台西蘭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大家留下見設性的留言 這一節又是印度三歌傳奇 有一批三歌很喜歡自把自圍 地方都認為自己是老大一樣 之前一兩個月,在秋天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很厲害了 整家人都去到別人的田中 看看粟米多漂亮,偷翻幾條 一夜,越偷越多,最後在桌子裡拿一個垃圾袋 整家人都拔下來了 哇,那個農場主見到幾乎要拿東西去打他 已經很厲害了,被人見到罵到飛起 但怎料,真是新鮮、新鮮、新鮮 近來有一樣的更厲害 有一個農場主見到有人拿著兩支槍 竟然在他的農田跑來跑去 你做甚麼?是不是想打劫我? 嚇倒了 你拿著兩支東西? 在TikTok那裡展示出來 這件事發生在Alberta 在一個小鎮那裡 農場主拍到他們拿著兩支槍在他那裡走來走去 兩天前,有人在我的農地做甚麼? 去打獵 打獵?農場打甚麼獵? 神經病 你去森林吧 問題是最趨漲的背景是甚麼? 是有些雪地 落大雪哪會找到打獵? 大佬 北極熊的熊人都冬眠了 落雪 就是了 那兩個人在人家的農場 農地已經割了東西 衝出來打獵 捉肚子嗎? 不知道 捉田鼠嗎? 問題最嚴重的是 因為你在人家的農地打獵 你是沒有許可 你要問人才可以做 他們不理會 他們一聽到有聲 立即他舉起槍 竟然射向屋裡開槍 你做甚麼? 大哥 你來我的地方非法打獵? 還開槍? 這麼瘋? 你沒病啊 最愚蠢的就是 現在是冬天 大家看看 冬天打甚麼獵? 打甚麼獵? 你不是沒有飯開到這個地步嗎? 我們一窮二百 沒有飯開 家裡的食物都吃光 又沒有錢去超市 唯有冬天雪地來狩獵 這樣啊? 嘩 真是惡 很惡 還要開槍 當然不用說 那些人見到在X那裡回 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要立刻抓住他 看看他們有沒有過期 然後拘捕他 把他趕出去 是的 可能是簽證過了期的 是的 第二個人就罵了 你看看他 越來越猖狂 帶著武器 進了我們的國家 在我們的領地 在我們的土地 拿著槍裡來 第三個就說 這群富貴 拿著槍戀 在別人家裡做事 搞事 會不會弄傷人 叫野生動物部門 快點來抓這群畜生走 這麼說 是 要的 沒錯 是難以理解的 有時候他們 不知道是否以前 這些人少少 他們是沒有那麼囂張的 但當這些團體的人 多到一個數額的時候 真的當成自己的家 是肆無忌憚地侵犯的 其他的私人財產 明顯就是這件事 你有什麼理由 正常人有腦 都不會進去別人的農地 打獵的 可能那個地方 原本附近是樹林 因為加拿大是很流行的 附近是很大片樹林 樹林出了就是農田 可以理解 但你看到別人畫好東西 有什麼的 你會看到的 你會看到的 而且你會看到別人的房子 你怎會向著別人的房子 所以這些是很過分的 需要大力譴責不得止 還要把這些醜事大肆宣揚 現在有社交媒體 他們的樣子都露出來 應該沒多久就被人欲 還要告上去 應該不能離開 這幾個人 而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農夫說 我也是有地 所以我非常警惕 對付這些非法入侵的人 歸根究底 家裡的人是最重要的 這些人什麼都不理 向著我家裡開槍 可能就是沒有獵物 一聽到有聲音 以為是兔子便逢 幸好沒有人傷亡 不過這些人應該要拘捕 好了 我們講完第一單 再講第二單 他們行使這些暴力事件 看來都沒什麼界限 於是要逼到自亂勢用重點 加拿大也有個譜 即是醫頭拉圓人便會放人 大家都知道 唉 好了 上次我們講過 有一節 就講過大龍鳳 那間印度教廟被獨立分子圍 結果打獲金 終於過了一個月 事發的小印度賓頓市 就行動了 就不是拘捕人 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立法 他們的賓頓市市長Patrick Plank 就說 全底市議員同意一學新法例 是宗教場所一百米以外 是禁止抗議活動的 就說 我們的目標 Patrick Plank就這樣說 我們的目標 是確保無論去印度教廟 石克教廟 猶太會堂 清真寺或者教堂 沒有講佛教 所有人都可以在沒有暴力和恐嚇的情況之下 平靜地祈禱 我們並不代表我們阻止和平插會的自由 但當你的權利侵害到其他人平靜討告的權利時 我們崩頓市一定會採取行動 告訴所有人 我們的城市是不能讓你亂來的 另外有一個市議員 現在說 新法例 如果違反的話 就要面臨五百元甚至十萬家元不等的懲罰 因為其實這件事 由於要保護你們這宗宗教場所 大家想想 例如一間陪教廟 每天都要祈禱一次 如果經常發生衝突 你就要派警察來看場 例如以色列的猶太教廟 那些財政負擔是非常大 估計今年到現在 因為實在太多了 已經用了四十萬人工去做看場 是很嚴重的 真是瘋狂的 現在真的說 一了八了 大佬四十萬 有多少個四十萬 一個市 無謂洗衣無謂錢 總之就說 你要抗議在一百米外 你不認識老 你自己作錢自己 這樣 另一個市議員就說 雖然現在表面上 抗議活動少了 打完一獲也要回氣 但是擔憂仍然存在 當然 對啦 大家的緊張 仇恨 一直存在於社區之內 都沒有平息 現在只不過以法律上 阻止這些衝突 或者示威發生 可能他們轉移其他地方 例如去到一些 印度教徒的家裡 外面示威 這樣也夠你煩 是吧 是 所以十分之頭痛 而且這個法例有一個例外 就是說如果有人 遭用你這個宗教場所 去辦宴會 譬如說 我訂了你的牆 來搞婚禮的話 這樣就不適用了 這條法例 只是適合於你搞宗教儀式的時候用的 這樣的 其實沒有人會再去這些地方搞婚禮 不過都會去的 因為如果是宗教信仰 基本上是高於一切的 是 都會去的 都會去的 如果你好像當年 2019年 人家警察結婚 特意找人 人 當然警察就會做事 是吧 嗯 但是呢 我們說過 你們這些傢伙搞還搞 就不要 越搞就越嚴重 其實現在呢 加拿大交通部就有新規定 就是說 你去部分國際航班的旅客 要有額外的安全檢查要求 即是怎樣呢 現在正常 譬如說 在多倫多要飛去出國外 譬如說回香港 你就要早三個小時去到機場做安檢 等等的 規矩來的 現在就說 如果你飛去某一個國家 就麻煩加多一個小時 即是早四個小時去到機場 為什麼呢 那個國家是什麼國家呢 我們三哥傳奇 當然是三哥祖國印度 回印度就要特別照顧 為什麼呢 你想回印度 早四個小時 我們這裡的交通部長 阿南德女士 其實在星期一已經出來了 我們交通部經過 出於重大慎重的考慮 決定向印度旅客 實施了臨時的額外安全措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有一個人說了話 就說要我們額外小心 哪個人這麼大面子說話 搞這樣的事情 就是所謂 印度的獨立分子 曾經被莫迪魯祖 派過人去美國想嵌他那個班農先生 這麼厲害 他在2023年11月曾經說過 大家不要坐11月19日去印度航班 因為我們預視到會有不幸的事 會有生命危險的事發生 我們是預見的 他這樣說一句 在2023年說了一句 但是說完之後 在2024年10月又說 我不應該笑 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坐11月1日到19日去印度的航班 這是我們呼籲抵制他 我們不是威脅他的 這樣說 哇 可大可小 這樣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在2023年10月的時候 是由新德里飛去芝加哥 芝加哥的航班 有人收到風聲 就說那裡有炸彈 結果就令到他改道 搜完一陣子就發覺沒事 就列為一個惡作 其實這群獨立分子 在十幾二十年前試過一獲 我們之前有一次說過 那間是堅的 那間是堅的 三百多人一獲屬 所以這群人這樣搞 由於有這個前科 就搞到加拿大一副都是 所以現在就叫他們 早一個小時 即是四個小時前到 麻煩安檢搜手 但如果你想想 你這傢伙每年都說一獲 很煩人 不要這樣才行 你們有什麼仇仇怨怨 就回去印度搞 就在這搞 搞到加拿大麻煩 沒錯 很慘 又叫加拿大戒戒 加拿大沒有密法禮戒走 我想起我都很煩 想打就回家打獲金 總是要在別人的地方 那你在這裏好好地生活不行 又是搞事 他已經在美國亂說 莫迪魯祖慶過辣雞 真的有他的理由 但問題就是 那些想爭取獨立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回印度爭取呢? 而不是在其他國家裡 乖哗鬼叫 鬼殺這麼吵 又搞一些政治運動 甚至乎上街示威遊行 喂 不是說只是 給你表達意見這麼普通 你每次上街示威遊行 甚至乎抗議都好 你是會搞到 當地那個社會氣氛 會變得更為緊張 此其有 此其就是政府也都需要提供 一些的安排 來方便這班示威者 尤其是警察的方便 可能需要做出交通管制 甚至乎阻礙很多商家的營運 其實是有很大的社會成本在背後 你經常就以為表達意見 沒錯 表達意見是每個人的自由 但是你搞這些事情 而例如要支持印度某部分獨立 那你是應該要回印度搞的 你不是在其他國家搞的 其他國家好像加拿大 都不是印度的一部分 在加拿大那裡 有什麼用呢 甚至乎現在壞到又怎樣 如果我們新西蘭 我們身處新西蘭這麼小的國家 這班印度獨立分子 都在搞一場很巨型的大型示威 有幾萬人出來 是可以 想像一下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有幾萬個支持印度某處獨立的人 拼著黃色的旗幟 還要搞什麼 referendum 公投 這樣搞出來 搞這些事情 所以被人見到就很討厭 最壞的是在那裡行使暴力去做這些事情 那些事情是最最不可接受的 用暴力 尤其是加拿大更加之嚴重 因為加拿大不僅只有印度分子 還有其他信其他宗教的印度裔的人 但是現在雙方的仇怨越來越激烈 石黑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關係很緊張 而這種緊張的問題是直接影響加拿大的社會治安和氣氛 所以這次賓頓市也算公道 一百米 宗教場所搞事一百米就不要來了 宗教場所祈禱不要再搞了 因為正如說 自由是有限度的 因為你們行使你們的自由權利 是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權利 每一樣東西有限度 這個叫道德底線 不過有些人想混水 經常都混水摸魚 不停說我的權利 你不尊重我的權利 不是 你要尊重公眾的權利 之後才再說你的權利 你是要畫一條計畫得很清楚 否則你這些只是偷換概念 那我們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